《龙龙鼓声》展现出非凡的气势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23届李建市联席会议 在台中盛大举行 报道当晚由台中市政府做东道主 宴请所有来自亚洲各国的台商朋友 台中市长林佳龙代表全体市民 向大家表达了欢迎之意 感谢我们大会的主席 我们江永新总会长的安排 让我们有机会齐聚一堂 我们这一次我听江总会长跟我说 报名参加的这个亚洲台商会的会员 打破纪录有800名以上 所以呢可见得大家对台中的这个重视 那么我也呢代表所有的市民 欢迎大家 曾与台中市长林佳龙共事的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 也在晚宴中提及过去和林市长 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经验 由于今年的会场林酒店是开幕刚满一年的五星级饭店 会场设施新颖 亚洲台商会年会更是酒店开幕以来首度承办的国际型会议 亚洲台商会总会长江永新也向居中牵线的台中市政府表达感谢 晚宴热闹滚滚 各国商会成员把握难得的相聚时刻开心叙旧交流 也为今年的年会增添了温馨与欢乐 台湾宏观电视陈林文中建刚台中采访报道